即使原作者为田荣一郎亲自担任监制 而且还在三宝镇 要是他不满意的话绝对不放行 但以往动漫改编真人版作品的经验实在太过惨烈 让大部分粉丝都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终于在上周五 由Netflix出资 每集成本高达1700万美元的航海网影集正式上线 结果直接冲上多国排行榜冠军 将大家的一律一扫而空 即使背负了全球千万粉丝的期待 但依然没有搞砸 成为少数获得动漫名满堂彩的真人版作品 这部影集尊重原作的精神 从选角的神还原就看得出来 每个主要人物都先经由韦田荣一郎亲自挑选 而且制作团队也全都是航海王的粉丝 努力从作者的采稿中抓出人物的特色 在不破坏漫画造型的前提下 将人物还原到真实世界里 为了追求真实感 也尽量不用电脑动画 而是使用特殊化妆的方式 再加上他们从漫画单行本的读者问答SBS单元中 整理出许多细节和彩蛋 雕塑出更真实可信的世界观 因此影集中的演员一登场 不用多做介绍 粉丝就能一眼认出他是原作中的哪个角色 如此的尊重原作 对比一大堆标榜超人气动漫改编 但最后却纷纷搞砸的作品来说 航海王影集简直是清流中的清流 虽然草帽海贼团的成员 甚至是众多配角和反派的表现都很出色 不过要是问大家哪个角色的演出让你印象最深刻 扮演索隆的心田真剑佑 相信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 不只是酷酷的外形和金石的身材 迷倒万千观众 看得出来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利落动作 更是整部戏里的武打担当 为了完美诠释索隆这位三刀流剑客 曾剑佑在影集开拍前 还特地加强训练 强化自己下恶的咬合力 果然最后在镜头前的演出 就像是索隆本人亲自从漫画里走出来一样 影集上映后吸粉无数 曾剑佑的IG追踪人数一路暴涨到超过400万 就连穿帮镜头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说起新田真剑佑这个名字 从前大家或许很陌生 但其实他也是大有来头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刚于去年过世的 日本老牌武打明星千叶真一 曾经饰演过港片风云之雄霸天下里的大反派雄霸 霸气十足的扮相和精湛的演技 相信很多观众一定都还很有印象 而真剑佑就遗传了父亲英廷的长相和利落的身手 在美国出身长大的他 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从小学习游泳 马术 急剑 体操等各种运动 还曾经两度拿下美国通手道冠军 所以他在航海网里行云流水的武打动作 可是有相当扎实的基础 除了各种运动之外 曾剑佑也是资深的动漫迷 在宣传航海网影集时 就表示自己是看着原作漫画长大的 除此之外 他也是宝可梦的死忠粉丝 甚至还曾经隐藏自己的明星身份 化名为立可的爸爸 参加秋夜园的宝可梦卡牌比赛 最狂的是还连续两届拿下冠军 证明他尽管四肢发达 但头脑也不简单 有着花美男的长相 矫健的身手 和热爱日本ACG文化的心 让众多动漫改编真人版作品频频向他招手 包括花牌情缘中的棉谷星 咒咒的奇妙冒险不灭钻石里的红村意态 神剑闯江湖最终张里的武器商人雪袋员 钢支炼金术师里的斯卡 还有蜜桃女孩 赌博默示录和假面骑士等等 全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能闻能舞的表现 俨然就是动漫真人化的专业户 尽管今年四月 由他调大梁的圣 都是新史真人版电影惨遭滑铁卢 但幸好真正杰出的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 几个月后的航海王真人影集大获成功 让全世界观众发现了 这位有着独特魅力的年轻演员 现年26岁的新田真剑佑 年纪轻轻但表演经验丰富 虽然他在今年初宣布 已经和圈外女友结婚的消息 可能会让一些粉丝失望 不过这个经过航海王真人影集加持后的小鲜肉 未来在演艺圈的前途绝对是不可限量 科Game不可今是个介绍游戏和动漫相关消息的频道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未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